她花香四溢,冰清玉洁 像美丽的少女一样亭亭玉丽 又像温润的白玉一般洁白无瑕 她就是白兰花 那冰箫一样的花瓣青蝶树虫 一朵挨着一朵细腻而美丽 一阵微风吹来 那淡淡的芳香随风扑面 幽远而绵长 白兰花有名白玉兰 属于木兰科、寒啸鼠、落叶巧木 是有名的芳香植物 中年长绿 花期比较长,香气宜人 是不可多得的多用型植物品种 白兰花原产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 中国银种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目前广西、广东、云南、福建、四川等地栽培较多 白兰花树 树体高大健壮 树形优美、雅质 剩下时期 荣花满树香气四溢 一般是作为观赏树、行道树 最高可以长到17至20米左右 白兰花的根呈纤维状 富含水分 叶为椭圆形 叶面平滑而有光泽 颜色为青绿色 侧脉比较明显 一般长15到22厘米左右 白兰花的花蕾好像毛笔的笔头 开放之后有12片花瓣 生长于叶叶之间 花为白色或者略带些许黄色 花瓣肥厚 形状为披针形 白兰花为两性花 雄蕊黄色 雌蕊绿色 因为白兰花不留种子 所以一般不需要人工授粉 白兰花的花期比较长 一般是在5月下旬开始开花 剩花期为6到8月 最迟可开至10月份 香气浓郁 是著名的花香树种 除用作观赏和佩戴装饰外 还是制作花茶和提取香精的重要原料 那么栽培这种既可欣赏又可加工的白兰花 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呢 白兰花一般喜欢阳光充足 暖热湿润和通风良好的环境 不耐寒不耐阴 也怕高温和强光 生长最适合温度在15到28摄氏度之间 越冬的温度不能低于10摄氏度 5摄氏度左右的低温下就会落叶 夏季温度也不能太高 高温时需要遮阳降温 增加空气湿度 加强通风 保证月下安全 除了适合的温度外 白兰花还喜欢阳光充足的环境 在日常栽培管理中 最好基于较好的光照条件 以使蜘蛛生长旺盛 开花良好 特别是冬季 光照一定要充足 白兰花还比较喜欢潮湿的环境 空气相对湿度 最好保持在60%到80%之间 低于50%时 叶片就会表现出黄化 脱落等现象 经常喷水或洒水增加湿度 使它们健康生长 浇水要以保持湿润为原则 夏季要常常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 冬季如果温度低于15摄氏度 就要有所控制浇水的次数 保持土壤的干湿交替 说到土壤 栽培的土壤一定要排水透气 属从肥沃 而带微酸性的砂质土壤最为合适 PH值在5.5到6.3之间 给白兰花提供合适的环境 还只是前提 接下来的种植里面还大有学问呢 我们先来看看育苗技术 白兰花在商业生产中 一般是采用嫁接育苗的方式 嫁接育苗的时间从春到秋 在整个生长季节都可以进行 一般是在4到7月最好 多用黄玉兰石生苗做真木 黄玉兰是木兰科木兰鼠落叶灌木 是玉兰花的一种 嫁接育和较快 比较适合做白兰花的真木 真木苗的种子要选择生长健壮 无物定虫害和亲和力较好的黄玉兰种子进行培育 播种一般在每年的9月底或者10月初 采检后要将外壳包去 在播种前还要对种子进行处理 要使用植物基因活化剂浸泡种子 主要成分为20%的氮、磷、甲和4%的腐质酸 每两克兑水2到3千克 然后将种子浸泡在植物基因活化剂中 每两克药可以进种0.5到1千克左右 这样做的目的 一是为了促进根系的生长 提高出苗率 二是为了剔除劣质的种子 经过漂浮筛选 将浮出水面的不充实 不饱满的种子除去 浸泡3到4天后 当种子渐渐发白时 就可以用手轻轻地揉搓种子 将种子外面的一层蜡质甲种皮除去 会露出里面的种子 黑色的就是成熟的种子 发芽率高 白色的种子不成熟 发芽率低 接下来就可以播种了 培育幼苗的容器一般使用没有网格的雪盘 抵质一般就使用核沙 核沙的湿度控制在30%到40%左右 播种时是采用撒播的方式 因为黄玉兰种子的出苗率比较低 只有40%到50%左右 所以在播种时 为了保证种子出苗率 可以尽量地多撒 要均匀地撒在雪盘中 然后要在种子上面 再均匀地撒上一层核沙 并用手铺平 播种后要离一次水 水一定要浇透 因为黄玉兰种子出苗的过程比较怕晒 所以在培育初期的两到三周内 要在育苗的雪盘上 再盖上一个雪盘 一个是可以防止种子被晒伤 另外也可以起到保水保湿的作用 除了防晒之外 只需每两到三天浇一次水 每次浇水要浇透 但注意不要过量 两到三周后 当大部分幼苗长到8至10厘米时 有两片真叶 就可以移栽到营养波中 进行培育了 移栽时 轻轻地将小苗拔出 不要伤到幼苗的根 为了促进苗木的新陈代谢 增强吸肥吸水能力 这时还需要将幼苗 放在植物基因活化剂中浸泡 剂量跟前面浸种是一样 需要浸泡10小时左右 浸泡好的幼苗 就可以移栽到营养波中了 营养波的底部要有透气孔 培养土是由木糠 有机肥和泥土 按照1比3比10的比例配比 这样的抵制土 肥力会比较好 移栽时 先将培养土装入营养波中 再在上面开一个小学 将幼苗栽进去 当所有的幼苗都移栽完成后 需要浇一次定根水 一定要浇透 这个时期的幼苗仍然要注意防晒 要放在遮光率为60%的 遮阴网大棚里进行培育 这个时期要勤浇水 一般是每天浇两到三次 每次浇水都要浇透 由于培养土具有一定的肥力 所以这个时期就一般不需要施肥了 在幼苗移栽两到三个月后 可以逐渐开始施肥 一般是施液态肥 液态肥是将沼气水和清水 按照1比5的比例混合配置而成 每7到10天用水泵抽取液态肥 喷洒一次 使用的量是每亩喷洒500千克左右 这个时期的浇水 我们一般是天气状况而定 天气比较热的时候 一般可以多浇 每天两到三次 如果天气比较凉爽 一般每天浇一次 在幼苗阶段 土壤湿度一般保持在80%到90%左右 幼苗移栽后大约6个月左右 也就是第二年的6到7月份 当幼苗长到30厘米左右的时候 就可以进行嫁接了 嫁接时要采用靠接的方法 事件证明 靠接培育的白兰花树开花较多 要选择一年左右的盆栽的白兰花母树 选择高度在40厘米以上的较为粗壮的枝条 要将枝条和黄玉兰真木苗靠在一起 用这种方法来繁育商品苗木 首先要把白兰花母树上 需要嫁接的枝条上的叶片拔掉 留最上面的两到三片叶子 然后从顶端往下树 在第三到四个芽处 侧着切一个切口 切口的切面大概长8到10厘米 然后取出培育好的黄玉兰真木苗 将真木苗下面的叶子剪掉 从苗木露出土面的部位 向上三厘米左右的地方 切一个相同大小的切口 两个切口要对准靠近 再拿一个竹条将它们绑好 捆绑到一半的时候 要用一片叶子将切口包住 然后再继续用竹条捆绑好 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利于切口的愈合 嫁接好后要在盆中插一根竹竿 固定在泥土里 然后用绳子将竹竿和营养波 捆绑固定好 嫁接20天后 要对嫁接苗试一次蛋铃甲复合肥 蛋铃甲的比例为20比15比15 要试在大盆的白兰花亩树中 每株试5到10克左右 一般情况下 在嫁接苗培育期只试这一次肥就可以了 还要注意胶水 可以使用滴罐 一般是每天一次 每次5到10分钟左右 当嫁接苗生长两个月后 也就是8到9月份 要检查嫁接口 切口处充分愈合 就说明成活了 可以将嫁接苗移栽到大盆里了 移栽时将白兰花嫁接好的分支 从母树上剪断 接着就可以移栽到大的营养波中 进行培育了 移栽的营养波通缉性要比较好 底土要使用砂质土壤 还要将有机肥和过磷酸钙混合在土中 土有机肥和过磷酸钙的比例 为20比5比4 操作时 先将营养波中装上一条底土 然后将白兰花苗的小营养波除去 放在大营养波中 再将土加满 压实 并在接口以上3到5厘米左右的位置 将黄玉兰针目剪掉 移栽好后 要浇一次定根水 刚移栽的苗木都比较怕晒 要放在遮光率为60%的遮阴网大棚里进行培育 由于刚刚移栽根系还比较脆弱 所以这时还不用施肥 只要注意浇水就可以了 一般是每天浇2到3次水 假接苗阶段 土壤湿度要保持在50%到60%左右 一个月后就可以将苗木移栽到室外进行培育了 移到室外就要开始给苗木施肥了 一般是施氮磷钾比例为20%比15%比15%的负荷费 每15天施一次 每次5到10克左右 浇水一般是每天2到3次 室外培育4到5个月后 当苗木长到80厘米以上时 就可以初谱进行定植了 到这里 白兰花的育苗技术就基本完成了 但是根据白兰花用途的不同 定时和日常管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 白兰花有观赏和进行精油和茶叶加工两种用途 作为观赏花木时 一般是采用盆栽的方式 这样方便观赏树木的出售或者移动 要是作为加工花茶或者精油等产品时 采用大田栽培的方式就可以了 我们下面就根据不同的用途看看这两种栽培方式都有哪些区别 首先来看看盆栽的白兰花都有哪些管理方式 定植一般是在每年的春季三月份 采用盆栽的方式定植时 对于地块的要求不是太多 只要是地块的面积比较大 地面比较平整就可以 至于盆呢 一般是使用比较坚硬的水泥板组装成盆就可以 这样还可以重复使用 成本比较低 水泥板的大小一般是40厘米建方 具体操作时 首先要将地块平整好 放上水泥盆的底板 然后将四面的侧板组装好 要使用铁丝 将四面固定牢固 土呢 就使用普通的壤土就可以 这种土具有微酸性 适合白兰花的生长和发育 要先在盆内铺土20到30厘米左右 然后将定植苗木的营养拨除去 放在水泥盆的中央 再加土5厘米左右 并将土压实 盆栽定植时 一般不用在盆内施底肥 在定植后 只要施一次蛋铃甲比例为 20比15比15的蛋铃甲负荷肥就可以 每株是20到25克左右 施完肥后还要淋一次定根水 要淋头 并且淋水可以促进肥料的吸收 盆栽时 株距一般要控制在2.3米左右 杭距一般在2.5米左右 幼树阶段是指从定植后到一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阶段要精心管理 幼树阶段对水分要求相对增多 所以必须保证白兰花树充足的水分 要采用滴灌的形式 一般来说是每天两次 每次滴灌5到10分钟左右 幼树阶段 土壤湿度要保持在40%到50%左右 这个时期的施肥也是很重要的 使用弹灵甲比例为15比15比15的弹灵甲复合肥 每10天施一次 每次每株是15克左右 除了复合肥外 在4到5月份 要对幼树施一次有机肥 一般每一株数要是1.5千克左右 施肥的时候要注意 要将有机肥撒在水泥盆内的四个角 不能放在中心部位 否则会烧根 吃完肥后 要用泥土将有机肥盖住 这样有利于肥料的吸收 过多的杂草不利于植株的生长 所以我们要经常除草 一方面是为了植株生长 另一方面也是预防病虫害的一个好方法 除草一般没有固定的时间 只要看到盆内的草比较多的话 就要用手拔除 地面的草也要及时除去 可以使用20%的触杀型 灭生性除草剂水剂喷擦 按照说明书操作使用 喷擦后 杂草就会慢慢枯死 蔡青虫是这个时候主要的虫害 在幼树阶段 如果发现虫害时 要及时进行防治 一般是喷擦0.5%的 甲安基阿维均素微乳剂 1000到1500被叶 每公顷600到900毫升 但是要注意 如果白兰开花就不要喷洒了 一般在白兰花幼树 6个月左右的时候 就会逐渐开花了 但是花的数量比较少 到了一年左右的白兰花树 当树形长到两米左右的时候 就是成年树了 这时又有哪些管理呢 这个时期的施肥主要是促进开花 和树形的生长 施肥前 将盆内的枯草除净 一般只使用蛋林甲比例为 15比15比15的复合肥 每15天施一次 每株每次施50克左右 浇水采用滴灌的形式 每天滴灌一次 每次5到10分钟左右 成年树的修剪很重要 说到修剪 我们先介绍一下 观赏用的白兰花树 主干与各极枝的关系 白兰花树直立向上的 叫做主干枝 在主干枝上抽生的分枝 成为侧枝 从侧枝上抽生的分枝 叫做第二侧枝 以此类推 那么作为观赏树的树形 是什么样子呢 一般要求是 观赏的白兰花树 要有一根直立向上的主干 经过修剪 主干上每三到四个侧枝为一层 一般成年树会有七到八层侧枝 每个侧枝分别生长 两到三个第二侧枝 越往上 树的官幅越小 逐渐形成一个像塔一样的形状 具体修剪的时候 就要按照这样的树形标准来修剪 一般每个月要修剪一次 修剪的时候 要将多余的侧枝第二侧枝剪掉 要保证枝差饱满 分枝均匀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修剪 最终修剪成标准树形 一般涨到两年左右 当树体长到四米以上时 就可以初步销售了 我们来看看怎样出盆 出盆时要带土出盆 移植销售 具体操作时 先要将花盆外围 捆着的铁丝除掉 然后将四面的水泥板撤去 为了保证根系不受伤害 在移栽时 要使用遮阴网 将树根部的四周土块包好 并使用绳子将树根部捆好 捆的一定要结实 以防在运输的时候 土块散掉 这样栽培的白兰花树 树形挺拔 叶色苍翠 花香四溢 主要是作为观赏树 在庭院公路两边的地方栽种 下面我们来看看 作为加工精油 茶叶等产品 使用的白兰花 在栽培管理方面 有哪些区别 因为主要是利用采收后的 白兰花进行加工 所以在定植时 栽培到大田中就可以 定植要选择比较平坦 开阔 面积比较大的地块 定植坑不要挖得太深 一般为20厘米左右就可以 要与苗木根部土块的高度 大小相似 挖好坑后 要在坑底放入1000克左右的 有机肥作为底肥 然后将苗木的营养波除去 栽种在定植坑内 并回土填好 压实 定植后 要在定植坑的四周 起一个直径50到60厘米左右 高度在5到10厘米左右的 圆形定植盘 然后浇一次定根水 一定要浇透 定植好的树苗 还需要使用木棍将苗木支撑固定好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倒幅 因为采用这种栽培方式 树冠的官幅要比较宽 所以一般珠具和杭具 要在三米左右 从定植到一棉内的树 是幼树阶段 这个阶段要做好浇水 施肥 除草 修剪等工作 施肥一般是施负荷肥 但林甲比例为15比15比15 每五天是一次 为了避免伤根 要将肥料置在树根的两侧 一般每株树是20克左右 浇水可以适当的少浇 一般是每十天左右浇一次 但每次要浇足浇透 这一时期主要的害虫是戒壳虫 我们主要喷洒总有效成分 28%的塞芹沙普林乳油 800到1000倍叶 进行预防 其中塞芹铜的含量为20% 沙普林的含量为8% 每隔一周左右的时间 对全株喷洒一遍 能够起到预防戒壳虫的效果 与盆栽的白兰花不同的是 为了能够多开花 加工用的白兰花树 不需要直立的树形 而是需要横向生长 比较丰满的树形 分枝多 开花多 所以在定枝后三个月左右 当主干枝长到一米以上的时候 要对树冠进行打顶 要在距离地面一米的高度打顶 这样的话 会从结口处长出两到三个侧枝 侧枝要继续打顶 从每个侧枝上 会继续分出两到三个第二侧枝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横向生长的风产树形 之后每隔半年就要修剪一次 将向上生长的多余的枝条剪掉 促进树形的横向发展 一般在六个月左右 百兰花树就会开花 但是花的数量比较少 生长到一年的百兰花树 高度在两米左右 就进入到成年树的时期了 成年树时期的管理 为的就是促进早开花多开花 我们要在修剪 施肥 胶水 除草 并虫害防治等方面精心管理 成年树修剪一般是每半年修剪一次 促进发生新枝 对于树冠内糖的细弱枝 并虫害枝和下垂枝需要减掉外 其余的一律不减 这个时期的施肥 我们要注意的是 对于肥料的量可以增加一些 以供花类对养分的大量需求 每树施林甲复合肥 40到50克 林和甲的比例为15比25 撒施在每树白兰花树的根部附近 就可以了 施肥后要浇水 其他的时候也要按时浇水 一般情况下 每五到七天要浇水一次 我们特别说明一点 等到六七月份剩花期的时候 要多浇水 每两到三天左右浇一次 每次浇水要浇透 在成熟期主要是预防碳疾病 可以对白兰花树喷洒50% 多菌磷可施性粉剂1000杯叶 或喷洒70% 甲基硫菌磷可施性粉剂800杯叶 都可以取得良好的防止效果 一般是在每年开花前两个月喷洒 每周喷洒一次 连喷四到五次就可以了 在采摘前一个月 要停止试用各种农药 一般在定值后第二年的五月 就可以开始采收白兰花 可以连续采收八到十年 十年后花的数量逐渐减少 而每年的六代